现在是我们现在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再打印想把那个取消掉啊 在打印参数里面 看到没有我的第18号信息19号20号 分别延时103080啊 然后他有一个总延时是10 然后在这个参数里面这有个10加5这个5是最小的这个是不能改的啊这个就是10加5 那么我们现在打印出来的比如我们现在发送打印 好我们打印一下我们待会量一下他的那个位置他都是不一样的啊 好 ok 好先把第1张排好 第1张第2张啊第3张 那么我们把延时写一下呢 写下第1张是 第你给我按着 10加5 加10 10加5 5加30 10 加5 加80 m m 啊 这个就是跟呢 这个就是与我们机器上的那个 啊 总延时 总延时10加5 然后 加上50加30加80是跟这是对应的啊 ok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嘛